穿著綠色制服的規矽員工 站在冰箱前把安全帽放進去 照片被PO上網 立刻引發撻伐 這間位在桃園巴德的規矽廣服店 十八號一名店員 把安全帽放進存放食材的冰箱裡 而冰箱內還擺放不少 果汁原料的飲品 讓人看了相當反胃 規矽接獲消息之後 負責人火速發聲明致歉 表示員工個人脫緒的行為 本店會再加強教育訓練 包含上班禁止使用手機 另外也對他做出相關懲處 並且下次再犯相同或類似的事件 當下無異議將會進行開除 為此希望民眾可以諒解 督導教育步驟的部分 身為負責人將會努力鞏固好 門市品質 事件爆發之後 網友紛紛留言 想到頭皮胃在冰箱蔓延 就覺得好噁 個人不買單店家聲明 表示怎麼不開除店員 學一下可不可的處理方式好嗎 另外還有人說 從可不可到清新 再到規矽下一家會是誰 近期手搖引 部分品牌 漸臨爆出食安風波 導致整體的業績下滑 短時間內恐怕難以找回民眾行星 三新聞 張宜姐黃士涵桃園 桃園從報導